关羽,最文长,他在黄金军洗衣的时候,便开始追随刘备,多年以来,一直不离不弃,期间受到曹操的后代,也没有动摇,早已成为了忠义的化身,而且他不仅以忠义著称,还是有勇有谋的名将,论武艺,他曾在万军之中,取言两首级,且毫发无损,论韬略,他们为曹人,展庞德,让于尽全军覆没,下得曹操迁都,可惜,就在他刚刚威震华下不久, 就遭到了陶魏与东吴的联手算计,失守荆州,败走卖城,并无数人唏嘘不已,然而与此同时,也有人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,那就是如果关羽死于刘备之后,他们为流产所用了,众所周知,关羽性关高,虽不灵下,却极为傲上,而且目前,当初马超刚刚归降,与刘备情同兄弟的他,不仅没有为刘备,吸收了一员虎将而高兴,反而写信询问诸葛亮, 马超的本领如何,在诸葛亮暗示马超虽能力拙劣,堪比张飞,却不及他时,他才高兴起来,三国志关羽传,记载,与为马超来将,就非故人,与书与诸葛亮,问超人才可谁比类,量之与护贤,乃达之曰,梦启千兹文武,熊烈过人,一世之节,情,彭之图,当与亦得并屈争先, 刘备极然之绝伦一群也,与美屈然,顾亮未知然,与省书大悦,一世宾客,诸葛亮是什么人,他是刘备三顾茅庐请来的军师,一向受人敬重,最受不了的,便是别人狂傲,刘备入川之后,启用了明世朋友,此人颇有才华,不但曾得到了旁统合法证的举荐,还得到了刘备的认可,然而就是因为他过于态势甚高,引起了诸葛亮的不满, 当时忙得不可开交的诸葛亮,数次向刘备打小报告,最终使刘备下定了决心,将棚样点出一周,但是面对关羽,诸葛亮却没辙了,只能睡毛总,那么一向暗弱的流禅,能驾驭得了关羽吗? 小编认为,在大事上,关羽应该还会听流禅的,但是态度应该不会太好,顶撞主公等事,应该也会时常发声,说白了,就是关羽会忠于属伤,但是不会进流禅,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?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原因吧,一,关羽忠于刘备,忠于属汉关羽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,他从黄金军起义时,与刘备相交,秦同兄弟,虽然刘备对他有赏识之恩,于他而言相当于伯乐,但是他也一直为刘备南征北战,对下了不少功劳,因此在下批兵败被秦之时,就算他转头曹操,也不亏欠刘备什么,但是当曹操大力招揽他,并派张聊, 前来劝详时,他却回答,无疾之曹公待我后,然无受留将军厚恩,是以供死,不可被知,如中不留,意思是说,就算曹操对他战好,他也不能忘却刘备的厚恩,是死忠于刘备,永不背弃,纵观他的一生,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,由此可见,关羽的忠意,是不容置疑的,就算他死于刘备之后,也不可能被判蜀汉, 或者谋反,而是会安心的做一个臣子,继续为蜀汉而战,二,关羽姓关高,不敬主公关羽刚而自今,而且没有上下级的观念,他虽然一向忠于刘备,却也不是对刘备言听计从的, 据记载,当初刘备被曹操带回许兜,变向软禁,在一次围猎之时,关羽建议暗杀曹操,没有得到刘备的应允,后来刘备于当然长板坡,被曹操击溃,匆忙逃往下口,在传上的时候,关羽斥责刘备道,当初如果你听从了我的建议,就不会有今天,此事见在于蜀记中,出,刘备在许,与曹公共列,列中,中伞,与劝被杀公,被不同,即在下口, 逍遥将主,与怒约,往日列中,若从语言,可无今之困,是想,关羽连刘备都敢怒斥,他对待此职辈的刘备,还会讲究君臣之理吗,恐怕到时候,不管是刘备,还是诸葛亮,事事都要哄着他,将他高高攻起来吧,通天分析之后,我们不难得知,如果关羽有幸死于刘备之后,他应该还能够为蜀汉立下不少功劳,算是能为刘处所用,但是若说刘处能够驾驭得了他, 那就有些太过勉强了,本文所有资料均来自于三国志三国志记住等书,小编保证内容之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 打 음 攻击umber范例如白昂 在福音时代咨暖子格